出台 这个 有可能出台 刺激一些投资的方法 不是 有可能出台 这个房产税 办法 房产税 它是 调控 房地产市场 引导健康发展的 最根本的办法 好 大家好 去慢慢解读 休息片段 回到现场 请出下一位嘉宾 谢谢 我觉得经济引擎挺转 现在确实是正在发生 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挑战中 走出来的概率 还是非常高的 再去刺激房地产 来保GDP 那是非常危险的 中国已经习惯了 一种强势政府 不要再靠这种投资拉动 来解决这一波的问题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中国南方航空飞翔从此大不同 一览无疑 一跃千里 在环球事业下 明察秋毫 在时空穿梭中 紧扣关键 集中关注 补充观点 融合全媒体 全世界焦点资讯 无限共享 2012凤凰卫视 强挡云信息直播节目 天地一号 凤凰焦点关注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自杀性恐怖袭击 阴影笼罩也门 基地组织目标 直指美国军事专家 贫穷动乱 资深恐怖天堂 斩草出根 为何难上加难 急于从阿富汗出身的美国 会否在也门打响 另外场反恐战争 欧派家屈集团特约之 今日看世界 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安台 接下来的中国经济 会怎么样的发展呢 外国媒体也在大幅的报道 到底他们是怎么报道的 我们先介绍 我们接下来的新闻嘉宾 在我左手边 你所看到的是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 货币战争的作者 宋鸿斌 红碧球来到现场 欢迎红碧球 我刚刚一说了 包括中国的经济 连续下下下下下 连续五个下 这个时刻不是全球华人在关心 包括外国的媒体 睁大眼 同时在标题上 也有非常非常耸动的标题 我们看到 外面非常悲观的议论 中国经济的思速 包括纽约时报 你看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 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困境 爱尔兰时报也说了 四月并没有让中国的经济 看到春天 数据疲染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描绘出一幅 非常悲观的景象 再看法国的报纸 北京一直经济过热的行动 已经产生效果 但是经济硬着陆的威胁增大了 路透社说 中国令全球的经济风险升高 德国说增长引擎的停转 让世界的经济蒙上了阴影 针对这些外国媒体的报道 其实我知道红斌也在做研究 也在分析 有些部分 有人觉得他可能是故意唱空的 但从一个经济的严谨的研究角度来说 他们提出的是哪些值得参考的资讯 我觉得经济引擎停转 现在确实是正在发生 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数据 也在不断的验证这一点 我觉得对中国目前来说 在我看来 经济增长的核心的引擎 对中国来说就是出口 那么投资和消费 实际上是被出口所拉动 出口由于中国以前 没有这么大的国内市场 现在面向一个国际市场 所以大量的海外订单 大量的出口 引发了中国生产效率的一个急速的提升 正是由于有出口 所导致生产率的急升 才导致中国有钱去进行投资 有钱去进行消费 当出口陷入停顿的时候 中国经济必然会出现下滑 面临困境 好 这里头当中 法国的费加罗报特别强调了 说北京一指经济过程行动 已经产生效果 但是经济硬着陆的威胁是增大的 您用头这样的说法吗 经济硬着陆 我觉得实际上前一段时间 中国的最主要问题是 以房地产为核心 所形成的资产价格评估过高 当你土地增值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政府把土地压给银行 银行依据土地创造大量信用的货币 但是你赚养效率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提升 那么这样的一个货币大量时刻 将会推高所有社会成本 最后挤压的是实业的利润 当整个的房地产成本越来高 实业利润越来越小 最后没有利润的时候 经济泡泡就会破裂 那么日本在89年90年出现了这个问题 到现在应该引起中国的重视 前车之鉴 后车之富 好 谢谢红冰 谢谢给我们的解读 但我想接下来当中 我们就观察一个关键点 到底是不是中国的经济 硬着陆威胁非常增大 不仅是外媒所报道的 我们自己内地怎么看 但是我们还要关心一点 就是到底经济学者 他们是怎么样的判断 他的逻辑是如何 我们立刻要开放海外连线 连线的现场 在美国跟我们连线的是经济学家 耶鲁大学著名的教授陈志武 陈老师志武兄你好 你好 耶鲁你好 我们正在非常关心 整个中国经济的情况 从你在美国所收到的讯息 跟身旁的一些财经界的人士 他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 连续五个季度的假化的数据 当然美国这个业界 特别华尔街的分析师们 特别担忧中国经济 今年或者明年是不是会硬着陆 但是我觉得现在看的话 至少今年和明年上半年 硬着陆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 因为特别是如果中国政府 能够给中小民营企业 大量的减税 甚至于免税的话 那么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挑战中 走出来的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知乎先生我要向您请教的问题是 看到了温总理在这个礼拜中 特别强调要把稳增长 放在更加显距的位置 他这样的一个红外面 所强调的稳增长 您觉得就实际上的 经济操作层面来讲 怎么样在内地的现有的局面之下 能够完成稳增长的目标 才是可行的 一个是很明显的 那个货币政策已经在放松 温总理的讲话 基本上可以被解读为 接下来放松的那个幅度和速度呢 可能会要提升 再一个就是房地产调控 也可能会有些放松 第三方面的在财政税收 在财政政策方面呢 可能会加快一些刺激 其中要会包括减税免税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分析 对中国的经济未来 你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最大的担忧就是 总用老办法去刺激增长 也就是通过铁攻击 通过扩大投资来 这个快速刺激经济的 这个复苏和增长 我希望这种老的这个习惯 老的这个政策 要做一个大的调整 不能够在像以前 没有高速公路 没有高铁 也没有那么多的机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用到的成功的那些 刺激经济的这个办法呢 到今天呢 还以为可以管作用 好 谢谢志武 志武你特别强调了 就是担心 其实在之前我们所表示过的 类似之前 我们又是在砸四万亿的 这样的投资方式来拉动 是不是 非常担心 对 贺克老师是否也是特别担心这部分 非常担心 这个稳增长啊 对于温总理的这个稳增长啊 实际上我们要认真的解读 它的稳增长 因为我们现在经济的困难出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外贸企业 一个是呢 这个小微企业 温总理在武汉呢 对这两点说的很透彻 我们要给企业减负 给谁减负呢 给这些有困难的企业减负 坚决实行借购性减税 第二一个呢 要为企业降低融资的成本 而不是扩大货币 而不是放松货币 是要为企业融资成本 要降低这个成本 如果真正做到这两条 我们的企业就会慢慢地走出这个困难 就会使我们的经济 逐步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如果再用刺激投资 再去刺激房地产来保GDP 那是非常危险的 好一两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国已经习惯了一种强势政府 那么如果我们习惯于 这个经济衰退出现的一种 政府的放松他的一些管制 使这个强势政府转化为弱势政府 或者至少是中性政府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让利益于民 减税 包括减轻中小民营企业的负担 各个方面 我们这不再是靠过去政府集中投资 而是靠民间释放出来的 这样一种投资热情 以及好的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新技术 新思想 在这个方面来创造新的盈利点 刚刚啊不仅是海外的经济学家 陈志武特别担心的 就是说在这一轮当中的稳增长 最怕的是用老办法 老陆老药方 就是用投资 刺激投资 不断的用这种方法来 赫坑也一字念字在字 大声几乎要反对 其实不仅如此 他们并不寂寞 我们看到吴敬连也特别说 再砸了 09年的时候 手里的墙好像无限的 你4万亿投资 10万亿的贷款 一个高铁建设 砸进去3万多亿 现在行不行 千万不行 不能再负财了 必须耐得住寂寞 一心一的提高效率 来提高竞争力 红兵兄 当时09年的时候 我记得在达4万亿的当时 很多人也担心说 你看接下来的情况 如果你不去重视 他的钱投资在哪里 一定就是负财 这个时刻当中 包括几位特别提出了 担忧跟担心 您的观察呢 担心显然是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真正的问题的核心 还不在这 是什么 真正核心是消费起不来 在我看来是 由于中国50%以上的 农业人口 丧失了消费能力 他们被排除在 很多商品的购买力之外 所以说你国内生产东西 就会显得过剩 其实这不是 真正的绝对过剩 而是购买力不足的 相对过剩 那么农民 为什么他的消费能力 起不来呢 在我看来就是 原因农业的生产效率太低 导致他不可能 上了更多东西 拿到上了 要求进行合理的交换 所以说 我觉得如果说 下一轮经济刺激 必须要搞的话 如果我们还用过去的搞法 显示是有点问题 但是 如果要搞 还是用过去的方法 投向什么方面 不应该投向点空机 应该重点投向农业 使农业的生产效率 急速提升 降低他的农业的流通成本 各种成本 融资成本等等 这样的话 才能使中国50%的人口 具备着合理的购买力 才能使中国经济被激活 点燃第三级增长的火箭 来建国来补充建国您的方法 这个我 我基本同意 那个 是吴老师的那个意见 还是要非常谨慎 不要再靠这种投资拉动 来解决这一轮的问题 那么我们看看 有没有别的办法 应该说 我们现在民间的投资不够活跃 是不是还有体制机制的问题 如果江浙的企业有钱 他有好几个亿 各几个可以凑两个亿 他投 他肯定电力医药石化 什么通信 肯定是很难获得审批 那他只能投什么呢 鞋 袜子 小五金 玩具 这样导致了我们一个庞大的产能过剩 那么国外市场现在吸收不了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没有钱了呢 还有钱 现在有钱呢 在干别的 在炒作 所以我是说 放开投资体制 你可以五千万的放到一个亿 让地方来定 或者是干脆公布一些领域 大家就是可以进入的 这样就避免了这种行业上的一些歧视政策 而且民间的投资也会活跃 我觉得政府的这个减负是势在必须的 原水就不在净合 现在不能让企业家全部来扛所有的这些成本 内需不足的根本 就是居民消费不足 我对收入分配改革不抱希望 你通过不劳而获 或者说通过资产出 所获得的这种经济市场这种利益 应该会征收更多的税 资产收益并不等于不劳而获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中国的南海已被周边国家瓜分的支离破碎 中国划出的南海九段线 已经名存实亡 近期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和太明岛事件更表明 两岸共同拥有的南海领土 面临着近一步丧失的危机 面对岛屿被占领